裁判罕见辱骂队友 为何陈帅鹏不在身边 肤浅 做主角的 其能和群演为伍 在CBA中 哪里有争议判罚 他都会冲在最前线 谦虚 友好 与人为善 这些刻进国人骨子里的传统美德 都和他没关系 他宁愿罚款总额来到30万 也不能错过任何引发冲突的机会 可曾经的他 从来都是拼了命的 用球说话 在成长阶段中 但凡带过陈帅鹏的教练 都会要求他减少训练量 因为陈帅鹏刻苦到 教练都害怕他练到受伤 刚进CBA时 同样能惊艳众人 曾以场均33分获得周最佳 对着新疆爆砍39分 来到场下 他会帮助父亲筹备篮球训练营 帮母亲换车 而这一切的背后 离不开教练父亲多年来的管束 陈帅鹏小的时候身体条件一般 为了让他进入职业队 父亲在11年辞掉工作 陪着他去体校练球 特别是在体校第三年 陈妈每天早上5点会喊他起床 要他从连云港南光场 跑到孔旺山 来回10公里 更严苛的是 到了孔旺山后 还需要在80米的斜坡上 反复进行冲刺 可即便是这样 他也没能获得江苏队青睐 无奈之下 14年陈帅鹏来了浙江队视讯 当时还是青年队教练的刘伟伟指导 看上了这个小胖子 这小子跑得不快 也不是很难跳 但挡拆后的传球还不错 就此陈帅鹏开启了职业球员之旅 那时作为蒋经权指导的弟子 刘岛严格执行三从一大 治下的青年队 假期少 训练量大 每天早晨6点 必须集合越野跑 那时的陈帅鹏从不叫苦叫累 欣然接受了这一切 日复一日的苦练 让陈帅鹏进CB的第二年 就大方一彩 占新疆39分 打山东27分 这让球迷时不时发出MVP呐喊 媒体也把他视作 南篮后场希望 在他最得意的时候 刘岛却浇了冷水 他需要借交借造 正确认识自己 当然 在他最失忆的时候 给了教练员们仅予关心 21年陈帅鹏第五植骨骨折 他很害怕跟不上节奏 此时老帅蒋英全安慰他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 你现在受伤 打不了球 反而可以静下心来 此后陈帅鹏每天被要求看书 喝茶 之后的康复训练上 他也会借来驻步车 专注于三分能力的提升 可好景不长 蒋英全刘伟伟指导相继离开 而之后的日子 他仿佛也是脱离了江神 例如上个赛季 他就多次与人发生冲突 不仅投顶上海小将刘李嘉 对阵山东顶撞裁判 辱骂技术台 面对广州外援 更是对对手直接飞踹 当然了 陈帅鹏也有过良好的表现 比如对阵深圳上演三分绝杀 可从那以后 陈帅鹏的心态仿佛再次变化 投中绝杀后 让我更加自信 总球赛时 队友富豪也说过 之前在国家队和陈帅鹏待过一段时间 他非常拼命 不过投中绝杀后 感觉他整个人不一样了 到了休赛期 陈帅鹏还发布了不少 以变形日记为主题的视频 可本赛季中 这种强硬却越发变味 对阵福建时 他甚至嘲讽起一向老实的朱石龙指导 引发双方冲突 在那之后 他也没有那么强硬了 因为担心被骂 设美只允许互关好友评论 对阵深圳时 个人直接冲进技术台 让自家教练都看不下去 其实球迷们从不讨厌个性球员 但错就错在 陈帅鹏仍逐渐把肮脏当作强硬 把激化对手当作球场的主旋律 他认为自己是在用激情和公益拯救联盟 但在外界看来 他却让本就不受待见的C杯 屡次蒙上阴影 希望陈帅鹏能记得 当初留刀选择你 是因为你磨练的球技 而不是所谓的意气和强硬 小子 感谢观看